《復活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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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今天是復活期 离山州的星期四 在昨天和今天的福音当中 有几个参节 谈论耶稣属哪里来的? 这件事情 这个镜头是在加利利亚 耶稣是加利利亚人 在那边 能有人早就认识耶稣 他当作小孩子 儿童 少年 纪念的时候 而没有看见 他从天降下来的 所以 就是因为认识他 比较不如你相信他 在这一段的呢 耶稣在重复我们以前所看过的主题 一个一个的 不过是从最后一个开始了 首先 谈论 颠覆 蜡人的主题 现在明明明地表现出 需要是天主那人才能跟随他 但认识的不是说 谁体验到天主的吸引 谁不听到了 重要的是肯定 在所有的走到耶稣前面的人后面有天主的力量 可是 也有相反的事情 谁足够敏感的呢 能听到了 能顺服的 而走到耶稣面前 第二个主题是 第二个主题是 从来没有人敢见过天主 除了从天上下来的那一位 身为在天主附近的那一位 再一次肯定 心得和永生的关系 再一次肯定 永生和真实的面包的关系 给生命的面包 而 结束的 又暗示到玛娜 这个对话是从玛娜的主题开始了 这给耶稣机会 谈论永远的生命 而玛娜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犹太人很得意地跟耶稣提到 他们的主仙在关野吃了玛娜 耶稣不过提醒他们 吃了玛娜而死了 反而 谁吃我要给你们的面包 不会永远死 这个面包 这个食粮 是耶稣色集 所以 他又回到谈论的 从天讲下来的主题 事实上 一切都有密切的关系 因为 因为永远的生命 不是在地上的 而是在天上的 耶稣是从天上 就是我的肉 为了世界的生命 但是不只是组合 离开耶稣 离开耶稣 希望我们不要离开 继继续听耶稣的话 为了得到了和欣赏 永远的生命 祝大家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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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